音樂 哈囉 我是沛莉 現在是星期六的早上 我現在在台北車站大廳 今天受邀了教育部跟內政部主辦的 防災總動員紀 防災校園大會師的活動 所以這裡現場就有許多展覽 今天要帶著國中國小的同學們 然後一起來進行一系列的闖關活動 跟一些手作活動 以及我要當說故事大姐姐 會導獨兩本繪本 一起進行防災像是土石流啊 山峰 然後還有地震 該怎麼辦 那就跟著我一起逛逛喔 好 現在呢 已經在展區裡面了 現在就要帶大家去體驗幾個有趣的闖關活動 走吧 現在看到的這個教具呢 那個工作人員說其實它在模擬一個颱風的情況 然後呢 利用乾冰 然後結合了低氣壓 然後可以發現其實在那個颱風岩的地方 它會旋轉的比較快 然後周圍就會比較慢 可以去比對一下 我們平常看的氣象報告的那個情況 是不是很類似呢 接著呢 這個教具它是模擬天空中的水蒸氣 然後會形成的冰 在天空中它會怎麼樣移動呢 會旋轉 然後會搖擺 也有可能會繞著這個圓周轉 那其實呢 教育部一直都有在推廣防災這一件事 這邊呢 有一個防檢災 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的一個資訊網 就可以查詢到自己的學校呢 是不是離那種地震的活動斷層 或者是山坡的順向坡 然後去應變說 你們可以多方面的去進行什麼樣的防災教育 我現在呢 來到了新竹縣湖口國小的防災示範基地 這邊呢 現場就展示了一個 他們當地的一個建築狀況 然後呢 可以看見這邊 有一條湖口活動斷層 就可以讓他們更明顯的知道說 欸 原來我們這裡有一個活動斷層 有可能會發生地震的情況產生 那我們就更應該要去重視防災 然後要注意哪些事情 然後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模型呢 就是他們的一個 都市發展的演變情況 這是清末日治時代 然後呢 這個是民國五十年代 這個是現在的情況 透過這個環境的演變圖 他們可以更明顯的知道說 欸 這個活動斷層大概在哪個位置 好 那就很感謝他們這麼用心的製作這個展示 我現在呢 在交通部中央氣象值的單位 這邊呢 有一個愛上AR主播台的一個體驗 可以讓你假裝自己是主播 然後在那邊 欸 播放新聞的畫面 然後同時會幫你拍照 可以自己先下載喔 我們現在呢 在水土堡之區 這邊現場呢 特別做了一個那個模型 去模擬說像是遇到下大雨的時候 大規模崩塌的一個情況 那水土堡之的部分呢 其實跟我下午要講的故事 導讀非常的有關係 所以呢 稍晚再看我的故事囉 我們現在呢 到旁邊的攤位去 這裡呢 很有趣 它是運用高科技 結合了那種4DVR的體驗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感受到說 欸 重視水土堡之的重要 這邊呢 是水堡好好玩 也是運用了一些遊戲的方式 就是把比較難懂的水土堡之的問題 把它變成 欸 大家可以在玩樂中 就學習到這一些應該知道的知識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喔 這邊呢 是內政布消防署 也是一樣透過好玩的遊戲 讓小朋友可以體驗到火災避難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怎麼樣的事項 我們現在呢 在廣場這邊進行的是手作DIY體驗 這個是防災建築物 然後呢 我現在做完之後打開 它就會模擬像是地震一樣 欸 你的房子會不會倒呢 然後可以跟別人去PK 看誰比較持久 我現在呢 就在活動現場的休息室 等一下我就要上台講故事給大家聽了 今天要講的故事有兩本 山裡的炸彈課跟地震了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然後進行一些有講真答的互動 好 要開始了 媽媽魂上升啟動幼教博士 哈哈哈哈 來 大家掌聲歡迎PKJ 今天的故事呢 是山裡的炸彈課 好 那我們開始囉 我們一起把故事書搬到底 Yeah 接著呢 我們看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 噢 洪洪洪洪洪 咬啦啦啦啦 啪啪啪啪 打雷雨來了 你們有沒有覺得打雷的時候很恐怖啊 你不怕 你不怕打雷 那我們現在 有幾個問題 想要問現場的小朋友 大量的雨水 然後夾雜著石頭 跟一些崩塌的石塊跟泥土沖下來 這個情況我們通常會稱為是什麼呢 我們看後面那位粉紅色T恤的妹妹 土石流 沒錯就是土石流 恭喜你 是什麼原因會造成土石流啊 樹倒下來了 可能有別人去把樹砍掉 所以就會造成土石流對不對 有人亂開墾土地 所以造成了土質鬆軟的情況 只要遇到大雨 就有可能產生土石流的情況 這也是對的喔 颱風 對 颱風也是有可能造成土石流的 好 謝謝大家非常熱心 然後認真地再拼故事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這一本 地震了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它是我們的花花老師 花花老師 來 接下來要講的是 獨自在家裡遇到地震的話 該怎麼辦呢 好 一二三 沒有下來 有可能電燈會掉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趕快 逃離剛剛弟弟說的 電視 書架 衣櫃 還有廚房裡的話呢 就是冰箱 任何有可能會掉下來的東西 你要到一個比較瘋狂的地方 在海邊遇到地震的時候呢 你要小心海嘯的發生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都要往高的地方 就是讓他們全部都要跑到 越高的地方越好 然後最好是在三層樓以上 好 那今天的故事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謝謝你們 今天的活動圓滿結束了 這次能夠參與教育部的活動 講故事給許多小朋友聽 真的是一個很開心的體驗 甚至後來有幾位學校老師 跑來問我可不可以到他們那邊當說故事姐姐 哇 感覺好榮幸喔 不過說實在的 隨著全球氣候越來越極端 之後呢 也很可能再發生跟八八風災 和九二一大地震一樣的災情 所以呢 我們也要多學習一些防災的知識 才可以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呢 能夠保持理性的判斷能力 盡力去保護自己跟家人 這點非常的重要 今年呢 剛好適逢九二一大地震20週年 跟莫拉克風災10週年 教育部的三個館所呢 也推出了一系列相關的活動 這裡呢 就稍微跟你們介紹一下囉 有興趣可以去參加 像是七月五號到九月二十九號 位於台北市市林的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防災主題活動呢 就是 防災你剛知道 除了常設展跟特展之外呢 防災渦克夏也可以讓你透過好玩的遊戲 來增加一些防災知識囉 接下來呢 還有位於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會推出了巡迴特展 喚醒防災DNA 七月九號到八月二十三號 在高雄捷運的衛武營站 九月十二號到十一月三號呢 是在普里酒廠 串聯你我最強的防災DNA 那為了紀念莫拉克風災10週年 在八月八號的時候 希望未來莫拉克風災紀念館 也將會隆重登場 值得大家期待一下囉 最後呢 九月十九號到九月二十三號 位於台中霧峰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 震災紀念免費參觀期 園區內呢 完整的保留了真實的震災景象 更在九二一紀念日當天 舉辦了九二一震災20週年紀 國家防災日活動 地震市場 星空皮克尼克電影院 九二一一日限定的地震市場 將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內驚喜開示囉 集結了日本、台灣、地震防災 所吃的、喝的、用的、高科技的攤位 等著民眾去體驗 還有專屬台灣地震避難背包 殘酷限量推出 晚上呢 也有草地、星空、野餐、電影院開演囉 好 那以上介紹活動的詳細資訊跟時間 我都會寫在影片資訊欄的地方 記得點開來囉 希望你們今天看到這部影片 也可以幫忙把這些活動訊息 分享給親朋好友 我們的教育部真的很用心 在籌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投入了許多資源 來讓我們大眾 能夠有機會學習到防災的知識 那身為一位家長呢 我自己也很謝謝這些 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付出 盡心盡力保護台灣人民的生活安全 好 謝謝你們的收看囉 我們下次見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